10月是瓜果飘香的季节 很多石令水果纷纷上市 但其实早在9月份就有了一个怪象 很多原本应该在10月出现的水果 早早的就出现在了市场上 就比如中秋时节出现的柚子 外表看起来又大又圆 但消费者购买以后却发现 这些柚子的果肉干涩无水分 甜度也不够 价格还贵 让人大失所望 还没成熟就着急卖 果农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如今种植果树的人多了 很多水果都是集中上市 一不小心就容易造成滞销 一些果农就瞅准了消费者们想尝鲜的心态 在别家还没出售的时候 早早的就将自家的七八成熟的果再摘下来 拿去市场售卖 刚上市的水果价格往往都比较高 很多果农从这样的做法中尝到了甜头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消费 逐渐发展成普遍趋势 虽说一开始人们赚到了钱 但之后的一系列连锁效应就出来了 甚至破坏了整体的行情 口感差了 顾客的评价和反馈自然不好 人们在试过第一次以后 就不愿意再买第二次 不少果农淘过第一桶金以后 就不愿意再掏钱了 这也导致了不少地区的二三批果子 明明口感不错 却卖不出好的价格 有的最后却依旧直销 其实提前摘果在果园子里并不是没有的事 有一些种植柑橘的农户就表示 若是果实过于密实 长到一定程度 它们就会摘下 因为果实太密影响果子的生长 在个头和甜度上得不到保证 所以才要做蔬果的工作 不过这些被提前摘下来的柑橘 果农并不会拿到市场上售卖 而是制作成腌制品或者晒干 如果实在用不上就扔了 看着好好的果子被摘掉丢弃 不少人都为这种提前摘果感到可惜 可是这部分农户眼光却看得很长远 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 只有果子的品香和口感好了 在市场上才可以卖个好的价钱 也有利于积攒口碑 来年回头的顾客更多 相对来说 这部分农民的提前摘果就是良性发展 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所以说农民们在做事的时候 眼光要放长远 尤其果农更是如此 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 更多提前摘果 或是舍不得树上多余的果实 如果弄坏了口碑就得不偿失了 只有适当的取舍 最后获得的回报才会更大 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这种说法呢